这里是中文播客高级中文 今天是两个女孩子的对话 当然她们最喜欢讨论的就是这种问题 那我赶快发布今天的三个遇袭问题吧 第一个就是对话中的两个女孩子 她们对一见钟情态度不太一样 是什么态度呢 听她们的说话大家可以分析出来的 那今天的第二题是这个 有一个女孩子一见钟情了吗 和一个男人 然后她是怎么认识这个男朋友的 在一个什么场合底下 我觉得非常的戏剧性 对那我们第三个问题就是 因为那么戏剧性嘛 所以另外的一个女孩子呢 就说哎呀你这个男朋友好像不太靠谱 不太靠谱 为什么呢 也请大家留意一下 那靠谱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 小夏 那靠谱原来的意思就是说 比较接近情理 比较合情合理的 符合实际 对那不靠谱的意思 其实就是有点不合情理 有点不太可信 不太可靠这样的意思 对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不管是用靠谱还是不靠谱 基本上意思就是可靠可信 对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词语是 走桃花运 希望大家都有这样的桃花运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小夏 好那桃花运原来是指 男人在爱情方面的运气 因为桃花嘛 我们常常把漂亮的女孩子比作桃花 那所以说走桃花运就是指男人在爱情方面的运气 但是现在其实我觉得女孩子之间也有 也是 对 反正就是爱情上面有什么机缘呢 运气就是说走桃花运了 对吧 在异性方面就是说比较有运气 好的 那再下来一个词叫做重色轻友 重色轻友 这个我们开玩笑的时候常常说 这个色就是指情人 你的恋人 对 那么有就是朋友嘛 重色轻友就是说把恋人 情人看得比较重 然后呢 就忽视了朋友 对对对 比如说你的爱人一有什么事情 然后你就马上就跑他那去了 然后就是把朋友撇在一边了 对的 重色轻友 在下面又是四个字 晕头转向 晕头转向 好那晕头转向就是说 脑子里非常的混乱迷失了方向 我们常常会说迷的晕头转向 你已经完全沉迷 被那个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迷住了 对 然后你就会找不到方向 北方人经常说找不着北 找不着北 就失去了方向辨认力了 对 那在下面一个词叫做挖苦 挖苦 一听就是一个不怎么好的词 那挖苦就是说用一些非常的讽刺的话来讥笑别人 对对对 非常的 尖酸刻薄的那样的话 这个叫做挖苦 在下面肉麻 肉麻 这个词比较好玩 肉麻嘛 就是大家如果听到非常恶心的话 或者非常煽情的 非常文学性的那种 这个恶心呢 指的是很不靠近现实的 太过于浪漫的话 然后很假 对 不符合实际的 那这个就会给你一种很肉麻的感觉 没错 特别是那种假的 而且很夸张的那种 比如说恭维你的话 这样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有一种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对对对 下面打岔 打岔 打岔的意思就是说打断别人说话 或者打断别人工作 那我觉得用在说话方面更多一点 是的 洗耳恭听 洗耳恭听 那洗耳恭听的意思就是说专心的听 一般这个词呢 用在就是说你请别人说话的时候 就是你很客气的说 我一定会洗耳恭听 要把耳朵洗一洗 对非常恭敬的那种感觉 你说的话 字字句句都听得很清楚 下面我们要看什么呢 好 下面一个词是别有用心 别有用心 这个要注意 当心一点 那别有用心的意思就是 你在说话的时候 或者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 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企图 就是说不太好的那样的企图 就是你心里的 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或者企图 然后呢 跟你表达出来的是不一样的 对吧 而且往往这个心里的企图是不好的 对 对吧 这叫做别有用心 中招 中招 好那中招的话就是 有人比如说对你耍了一个小花招 像一个陷阱一样 对 然后呢 你就掉到了这个陷阱里面 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中招 中了他的招 触电 这个是比较好的触电啊 不是真的遇到身体危险的 而是说看到一个人 然后非常一见钟情的这个感觉 像触电一样 就是因为你触电的时候 可能你会整个身体都颤抖啊 受到震撼 对吧 非常震撼那种感觉 那我们也会常常说放电这个词 就是你想让别人触电 你做这个行为 对吧 吸引他 这个叫放电 对 比如说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 他很妩媚的就看了你一眼 那你可以说 他的眼睛在对你放电 那夏夏有没有觉得 看事情啊 都是旁观者轻 旁观者轻 接下来的一个词 一个用法 对 那旁观者轻 前面其实还有一句 叫当局者谜 因为你自己处在这个事情当中 你就不能很客观的 看得很清楚 对 因为你本身是当事人的时候 你看待事物就非常的主观嘛 但是旁观者轻 就是说非当事人 他们站在你的旁边 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清楚的 对的 然后我们还有个词死党 死党 好 死党的意思 就是说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 对 就是你的死党 那我们最后再来看看 真命天子 真命天子 这个词也比较好玩 那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呢 我们形容一些皇帝 说真命天子 因为古人就认为皇帝是上天派下来的 就是说是因为天命而就是从天上下来统治国家的 所以我们会说真命天子 那现在其实真命天子就是形容命中注定的你的另一半 你的伴侣 就是上天帮你安排好的这个人 对 但是因为天子嘛 都是就是男性 对 所以现在也有真命天女这样的说法 你的另一半女性 好 那我们赶快来听一遍对话吧 哟 七色那么好 快说 是不是走桃花运了 有那么明显吗 你自己说呢 难怪最近都不来找我了 真没想到你这么重色亲友 老实交代 是哪位白马王子把你迷得这么晕头转向啊 你再这么挖苦我 我就不告诉你了 好了好了 快说吧 我都等不及了 其实 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你知道 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你别跟我说是什么一见钟情啊 这种庸俗的小说情节 肉骂死了 喂 你再这样 我真不说了 好好好 我不打岔了 我喜要恭听 我以前也不相信一见钟情 可是老天爷偏偏就安排我们遇见了 可能这就是所谓的命运的安排吧 我那天一个人去看画展 他也是 我们各自在展厅里走来走去 本来也没什么 可是我们俩就像说好的一样 总是在同一幅画前面停下来 后来 那就很自然的弹起来了 不会吧 这你也信 我看他是别有用心 故意跟着你 这种老套的方法 你居然也中招了 你是不是脑子坏了 哎 别这么看着我 接着说你的故事吧 老实说 我以前也会这么想 可是 遇到他 我就被不由自主地吸引了 完全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我们聊得特别投机 而且我总是想和他多待一会儿 大概这就是一见钟情吧 我看是触电的感觉吧 对了 他是干嘛的 画家 画油画的 啊 太不靠谱了吧 你可当心点 这种自称是画家的人 十有八九十爱情骗子 喂 我又不是小孩子 我去过他的画室 看过他的画 还在网上搜索过他 人家可是很有前途的画家 你调查过了就好 下次带出来 我帮你参谋参谋 不是说旁观者亲吗 我怕你现在爱情的漩涡里 什么都看不清 得了吧 你这种态度 还不把他吃了 哎哟 你们才在一起几天 你就这么护着他 我这个死党现在是一文不值了 好了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怕我吃亏 但是 我的直觉告诉我 他就是我的真命天子 这回我看得很清楚 不会错的 女人的直觉往往都是错觉 哎 又一个被爱情蒙住了双眼的 难怪人们都说爱情是盲目的 哎呀 真可爱 现实生活中好像经常有这样的交换 那赶快解答问题吧 两个不同的女孩子 对于一见钟情也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 那她们是怎么样的呢 其中一个女孩子 就是一见钟情的那个女孩子 当然是相信这就是缘分 这是命运的安排 就当局者迷 是吧 那另外一个女孩子就会觉得 这是非常庸俗的小说情节 对 我觉得她的这个朋友啊 有一点现实啊 甚至冷嘲热讽对吧 有点讽刺她 但也有可能是为她好吧 想要保护她啊 说毕竟你们你看一见钟情嘛 认识的时间也不久 那另外那个女孩子 她说以前自己也不相信一见钟情 但是居然就碰上了 然后碰上就相信了嘛 是吧 对 我觉得这两个女孩子 一个就是非常的浪漫 可能就是说比较喜欢幻想的 然后另外一个女孩子 就是很现实 很实际的那样的 主要是你自己碰得到碰不到 如果碰到了 我想以前再不相信的人 可能态度也会改变的 对 我觉得朱祺这个真是说得太好了 对 希望我们也赶快碰到 那今天的第二个问题是 她怎么认识自己的男朋友的 在一个什么场合 也是非常戏剧性的 她是去看画展的时候认识了这个男孩子 而且他们特别巧 就是每一次都像说好了一样 就站在同一幅画的面前 而且这个男的还是一个画家 这也就是引到我们今天第三个问题 不太靠谱 她的朋友就说太不靠谱了 为什么说她不靠谱呢 我觉得一个是她的职业 我们觉得艺术家 可能她的感情会很热烈 但是来得快也去得快 对吧 今天碰上你了 她觉得我可以把星星月亮都摘下来 给你说很多肉麻的话 给你画一幅画之类的 然后过一天 她又去追求别人去了 可能这个职业 我觉得就让人觉得不太可靠 不太靠谱 还有一个觉得他们认识的方式吧 是吧 是一见钟情 两个人在一个画展上面 就对上眼了 然后就发展了 就不像肖霞说的日久深情 至少还有一个慢慢了解认识的过程 对 我觉得一见钟情 可能更多的是从表面上来判断 对 然后就是你并不是 真的很了解这个人的性格是怎么样的 所以不太靠谱 觉得也是要个人自己来决定 每一段感情都是你经历了才会知道嘛 然后要去尝试 那很浪漫很有意思的一个对话 我们再来听一遍吧 哟 七色那么好 快说 是不是走桃花运了 有那么明显吗 你自己说呢 难怪最近都不来找我了 真没想到你这么重色亲友 老实交代 是哪位白马王子把你迷得这么晕头转向啊 你再这么挖苦我 我就不告诉你了 好了好了 快说吧 我都等不及了 其实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你知道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你别跟我说是什么一见钟情啊 这种庸俗的小说情节肉骂死了 喂 你再这样 我真不说了 好好好 我不打岔了 我喜要恭听 我以前也不相信一见钟情 可是老天爷偏偏就安排我们遇见了 可能这就是所谓的命运的安排吧 我那天一个人去看画展 他也是 我们各自在展厅里走来走去 本来也没什么 可是我们俩就像说好的一样 总是在同一幅画前面停下来 后来那就很自然的弹起来了 不会吧 这你也信 我看他是别有用心故意跟着你 这种老套的方法 你居然也中招了 你是不是脑子坏了 哎 别这么看着我 接着说你的故事吧 老实说 我以前也会这么想 可是 遇到他 我就被不由自主地吸引了 完全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我们聊得特别投机 而且 我总是想和他多待一会儿 大概 这就是一见钟情吧 我看是触电的感觉吧 对了 他是干嘛的 画家 画油画的 啊 太不靠谱了吧 你可当心点 这种自称是画家的人 十有八九十爱情骗子 喂 我又不是小孩子 我去过他的画室 看过他的画 还在网上搜索过他 人家可是很有前途的画家 你调查过了就好 下次带出来 我帮你参谋参谋 不是说旁观者亲吗 我怕你现在爱情的漩涡里 什么都看不清 得了吧 你这种态度 还不把他吃了 哎哟 你们才在一起几天 你就这么护着他 我这个死党 现在是一文不值了 好了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怕我吃亏 但是 我的直觉告诉我 他就是我的真命天子 这回 我看得很清楚 不会错的 女人的直觉 往往都是错觉 哎 又一个被爱情 蒙住了双眼的 难怪人们都说 爱情是盲目的 嗯 夏夏 现在我们的高级课程啊 题目很广泛啊 有的时候是谈什么金融政治 然后呢 有的时候谈社会现象 今天我们是谈个人的感情问题 有一首歌我觉得唱得很好 叫做大乘小爱 就是我们生活在 一个很大的城市里面 但每个人 自己一份小小的感情 还是很重要的 对吧 对 我觉得爱是 人类永恒的主题嘛 嗯 所以我们要不断地来讨论 也希望大家到 chinesepod.com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啦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